再来看到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 保龄茶室的食物中毒案 现在又传出了不幸的消息 有一名四十多岁的女性在凌晨 因为多重器官衰竭 导致病况恶化 家属忍痛同意不再急救 那卫福部次长王必胜就证实 保龄中毒案的死亡个案 现在已经增加到了四例 而这一名个案是在三月中旬 她吃了炒果条之后就出现了腹泻的症状 在整个抢救过程当中 她的病况是一度回稳的 但是后续出现了严重的感染 在马街的家户病房抢救 一个多月之后还是宣告不治 保龄中毒案到现在 已经累计有通报三十五例 其中有四例死亡 那目前还有两个人 持续的在家户病房治疗当中